平时大家可能会有家居保险 因为家居保险可以保障你 如果家居有人跌倒 可以保障 有些例子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站着浪三架 跌了浪三架 捉到街上可能会刺到人 这些家居保险都可以帮到你 另外提提 如果家居又做装修的话 一定要记得买装修保险 因为装修有工人会帮你做装修 还有有时有搭棚架 这些情况有不少 有东西跌到街上跌商人 所以我提提大家 一定会买足装修的保险